从编辑部故事到奋斗 再到北京青年几乎赵宝刚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是家喻户晓 拍了一辈子电视剧的宝刚 在60岁这样的年纪啊 大叔竟然宣告要转战大荧幕了 电影触不可及 虽然是处女座 但是汇聚了圈中的不少大腕 但你可知道吗 就是宝刚大叔一手捧红的周俊 陈坤 陆毅文章 王罗丹等等等等这些人中 也有人不买他的账 实际上一直怀出来的一个梦想 原来就想50岁时候呢 转型拍电影 就没来得及 后来又延续到55岁 还没有 到今年我已经60了 再不拍呢 就怕拍不成了 上枪啊 来来 那么多呀 那么要早啊 五枪都 60岁首次圆梦 一个没经验的电影导演 带着一帮有经验的电影演员 赵宝刚从选角开始就力求精一求精 你心目当中会有一些 演员的 比如说影子 我当时弄剧本就觉得是徐静雷 那最后 找他 是不是他非常非常这个 给面的支持的这个 事 没事你慢点 1997年就出演过赵道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徐静雷成为赵宝刚第一个确定的演员 而片中另一位重量级演员孙宏雷 更是赵宝刚16年的兄弟 这次孙宏雷主动请英 不仅帮赵宝刚挑起了男主角的大梁 还当起了执行导演 除此之外蔡少分 蒋琴琴 黄磊 方忠信这些 放在任何一部戏里 都是挑大梁的大腕 都排除孔当 愿意给赵宝刚串戏 不藏不夜 有人说 然后呢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所以他一拍电影 我们徐静雷我们就都来了 他拍得很幸福 幸幸的就是说 影视界混了这么多年 人缘还算说得过去 今天都给了一个面子了 我觉得特别感谢他们 的确从1991年 赵宝刚独立指导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开始 他就积累了不少的人脉 周迅 陆毅 陈坤 文章 王洛丹等 当今娱乐圈数一数二的风流人物 都是他一手捧红的 但逃利满天下的赵宝刚却表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饮水思源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特别需要有人帮助 结果没有 当我今天有能力的时候 就特别愿意给人机会 这一点我比较承认 像陆毅 陈坤 那个时候都没名的时候 包括后来的一些演员 包括比如王洛丹 朱宇辰 文章 都是谁没名我用谁 这个人一出名 他就忙 一忙呢 他就顾不上了 有些人就不太愿意跟我合作了 不愿意多得罪人 赵宝刚点到为止 他口中的不愿意合作的人到底是谁 我们不做过多猜测 只希望这位年近六十怀有梦想的老人 能够开开心心 收获梦想的果实 新日在线 上海报道 也设AR